今天邀请龙总来荣昌啦 主要是有一个厌恶要和龙总洽谈一下 就是你农村那个叙利亚风格的房屋 今天去吧 追梦行想给你改造一下 然后要参考一下你的意见 好嘞 就是你愿意出钱吗 出什么钱 给你改造房屋要花钱 我免费给你做工 怎么样 可以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绝对给你弄的好多 可以 出多少 他免费助工 他给你免费助工材料要钱 材料没找到 材料没找到 那你去想办法呀 好嘞 那这样你简单给他说一下 就是这样 我看在百万哥视频上面 看到了你那个房子是吧 然后这一次我到这了 现在反正我也是有点时间 正好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到你们家那边 我拉着我那个车 给你把它简单的收拾一下 好嘞 谢谢 把那个墙整个给你整理整理 感谢 地面打一打 感谢 感谢大家 对门口咱们再收拾一下 感谢 就是大概需要什么 感谢 就是说有咱们可手的东西 咱们也可以节约省用 咱们自己去找一点 实在不行的 咱们再去购买这些材料 好嘞 怎么样 完了到你那儿呢 可能我感觉也可能住上个半月20天吧 看情况 是不是 嗯 到时候 比如说啊 日常生活 我那儿也有过什么的 你也可以自己做饭 是吧 对 就是这样 嗯 尽量呢 给你装心的好看一点 好嘞 现在你那里没有电吗 嗯 有电 嗯 水呢 水有 那还行 过去看一下 做一个预算 嗯 然后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 其实这样的事情 对于滚农也好 啊 我们也可以有素材拍 大家也有事干 是 我出资 大概 我想一下 出资5000块钱 嗯 好吧 可以吧 算了一段点 可以 就是 比着5000块钱给他改 嗯 好吧 按照5000块钱来 谢谢 有点考验 考验这个预算 但是这个东西 嗯 也 挺好的 按照5000块钱 看能够把他那个房子改 改造成怎么样 好嘞 你要欢迎咱们杨总 时不时的去参观考察 哎 这是领导 现在就是咱们领导 好谢谢 我就是投资人 现在 啊 谢谢领导 啊 这个大老板 我可以分清一下 我是甲方 你是乙方 他是施工方 嗯 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就这样说好了嘛 咱们合作愉快啊 一定 是吧 有时间 你们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去他家参观 商量一下 龙哥你什么时候方便 嗯 那今天晚上来了吧 我是这样说的 龙哥竟然来了 今天 随时随地都方便 今天晚上就不回去 在这住吧 所以明天咱们出发 怎么样 明天去 明天就出发 明天去 怎么样 明天一天 看看四周围的环境 不方便 看怎样改造 行 行 先先先 先考察一下吧 先考察一下 先考察一下 对 考察一下 咱们或者是 谁用 谁够也行 都行 我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那些邻居 好像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会不会 我王子真好了 他他到那了 您就说 您就说什么呢 人家还是拉丁的整个围墙 整围墙 这四处的功能 还要整围墙 围墙就不考虑了 围墙花销太大了 知道吧 还想整一个围墙 哪个围墙来了 请进 王主任来了 那鞋 那就这样说好了 明天出发 明天出发 拜拜 拜拜